一到清早不少民眾聚集在火車站 因為通往臺北花蓮的鐵路 在中斷九天後終於回復通行 受到先前凱米颱風影響 臺北花蓮之間的聯通鐵路全部中斷 導致花蓮仁祥北上要從南迴縣 繞一大圈才能到臺北 開鐵日夜積極搶修 原本預計明天才能完工 順利在今天開放銅車 恢復通車後的首班對號列車普優馬 在清晨五點五四分順利進展 民眾難掩興奮拖著行李走進車廂 隨著上班時間越來越接近 月臺人潮也慢慢增加